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实说 中国的弃功包括动弓正弓有几千种 要选择不容易 我试过玩以下的功法 对于我自己的肺和鼻是很大益处 这个叫做我微小甘丹 在很多年前有机会在香港某一个 讲关于武术的研讨会中 我认识了吴信良师傅 这位来自四川的吴信良师傅 他自己本身是早年的时候 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 后期也是一个裁判和教练 还有 到现在他专门研究娥微的武术 可以说是娥微武术的学者 他指点了我们关于一套简单的功法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叫做娥微小甘丹 这个是对我们的肺和鼻歌特别有好处的 跟平等功有点不同的 那我记住这个口诀 口诀就是万十八快十八 不急不慢再十八 至于点十八法呢 看着功法是如何练习 我们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练习小甘丹 开左宫步 掌心向前 上举 迅速拉落 向上掌心向前 拉落 再看一次 拉落 向后 向后 拉上 再看一次 拉落 向后 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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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们调整身心 准备好之后 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小甘丹连集了 记住 向下拉 向下拉 和向后发的时候 要发劲呼气 我们开左宫步 呼 呼 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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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打破 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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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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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也提过 呼气是重点 将熟气喷出 然后清气自动会流入我们的身体 等于我们吸收了很多氧气 快十八之后 又不快不慢再十八 准备好 掌心向前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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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十八下包括了 慢 快 不快不慢再十八 就是开始 最密的状态 和慢慢舒缓 好 准备收工 收工可以平息静气 放松自己的身体 感受一下身体的温度 然后可以用拍打的方法 拍打自己四肢的经浪 让自己身体的气能够有舒缓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练完这个我微小感丹 你会觉得很容易 是很容易的 但是小心要练 刚才有说过口诀 就是说万十八快十八 不急不慢再十八 即是说你不需要练太多 你只要集中地练 集中地将身体里的俗气呼出来 跟着大自然 自然会给你好的氧气 经过短短的几分钟 小感丹的功法 肯定对你的肺 和对你的鼻高是很好的 专家经常都说 只要你做那个运动 是令到你的心跳有少少加速 和会出少少微汗 那对你的身体已经很好 因为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事 就是运动你自己的身体 调动了你的身体的机能 去调整整个身体的循环 希望大家弹力点练 练一定有收获 好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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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